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速度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难怪会吸引那么多人驻足观看 不过咱别光看速度 这饺子到底好不好吃呢 肉也都很多 但是不腻 然后很鲜 反正吃起来感觉也不会发胖那种感觉 来了澳洲这么多年了 能吃到下香味的饺子 感觉心里特踏实 每次就奔这味儿来了 经常来 经常来 这是我们家食堂 不光是顾客觉得这饺子好吃 你看 画面上这位呢 是餐厅里的一个服务员 去年的一天 她来到店里吃午餐 点的就是饺子 吃完饭之后呢 这个小女孩啊 马上找到老板 问可不可以留下来打工 为什么呢 就因为她觉得 这个店里的饺子太好吃了 因为本身北方就比较喜欢吃面食 然后所以说 然后我在家的时候 也会跟我妈妈一起包饺子 然后就 所以吃到这个就觉得 特别有家的感觉 和家里包得很像 画面上这位就是餐厅的老板刘宿勤 他说自己从小呢 就和妈妈学会了包饺子 四十来年呢 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这个饺子啊 要好吃 首先是 和面 和面呢 要按照顺时针来搅动 而且呢 要用冷水 一点一点的添加 这样和出来的面 才筋到 而最关键的 还有条馅 饺子馅呢 一定要选用最新鲜的肉和青菜 然后呢 按照比例 添加生抽 盐 油等调料 最后呢 还要加上刘宿勤自己调制的 秘制酱汁 要把馅要打 一定要把它打 时间越走越好 打完以后 就看你调料放的多少 同样调料多少放的不一样 它味道也不一样 现在 刘宿勤的饺子馆呢 开张两年多了 平均每天 可以卖出50份 也就是700多个饺子 她说 自己开饺子馆的原因 非常简单 那是因为呢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 最喜欢吃妈妈包的饺子 白菜猪肉 韭菜猪肉 什么样都喜欢吃 从小 我妈就很喜欢给我做饺子 就好像吃到饺子 就像过年一样 特别开心 三年前 刘宿勤的女儿 在悉尼的一所大学读书 刘宿勤呢 经常会到悉尼看望女儿 而给她做的第一顿饭 一定是饺子 女儿呢 每次回国 吃的第一顿饭 同样也是 刘宿勤亲手包的饺子 饺子 已经成为了刘宿勤 和女儿之间 相互思念的纽带 于是呢 已经退休的刘宿勤 干脆办理的移民 来到了悉尼 开了一家饺子馆 不但是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还可以长期 陪伴在女儿的身边 自己一个人总是觉得 挺孤独的嘛 在异乡 还是挺怀念那个 妈妈包的手工饺子的味道 挺有爱在里面的感情 如今这家饺子馆 在悉尼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竹脚 蒸脚 还有尖脚 样样具备 而更让刘宿勤心喜的是 很多华人来这里就餐 他们更多的是 寻找家的味道